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路细心如半风 漫天流下不必情 天沛流离千半骨 只要我心虔诚 白马腾死海 是图战无中 相片陆地出现 白马腾死海 是图战无中 赴汤刀过 修正过 修正过 一路西行曲震惊 天上人间无留情 小坛作业尽朝雨 等待明尘哈阵尘 白马腾死海 是图战无中 相片陆地出现 出现 白马腾死海 是图战无中 赴汤刀过 修正过 修正过 他哥西行 他哥西行 执着的信念 我心永恒 我心永恒 他哥西行 他哥西行 执着的信念 我心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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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早皐依 再无糊言 但恐遭了毒手 性命倾刻而休 可惜了你本来的面目 正是因为他天宫做久了 成了朽木之父 你定是他请来的帮手 好吧 那你就去告诉他 让他从灵响宝殿搬出去 将天宫让与我便罢 如若不然 我便要搅得天翻地覆乾坤电倒 让他永无宁日 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 还有何能啊 赶赞天宫圣经 你哪那么多废话 既然是他请来的帮手 就快点动手 我老孙 让你三百回合 不急 等你回答完了 我再与你一笔高低 好 我跟你说 我有七十二般变化 万劫不老长生 会驾金斗云 一个金斗可以翻十万八千里 如何坐不了天庭 听你所言 本领却也不小 你若有本事 一个跟头翻出我的右掌心 算你赢 免得动刀兵苦征战 就行玉帝到西方去住 把天宫让给你 若跳不出我的掌心 你还下界为妖 再休几劫 再来争吵 你真是不知好歹 我老孙一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你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 如何跳不出去 那你就试试吧 且慢 后悔了还是害怕了 我老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 不过我问你 你能做他的主吗 做的 做的 既无疑问 那就来吧 好 如果再是个骗局 我连你一起打 看见了 我去也 跑得差不多了 够了 再跑远一点 这样稳操胜券 这五颗柱子是什么呀 不会是成天的柱子吧 我到了天边了 此番回去我赢定了 那如来作证 那凌小宝殿就是我的了 千万 要留个什么记号 省得那如来不认账 变 不认账 七天大圣到此一游 raises 是 我 凭你如来小小手掌 如何困得住我老孙啊 哈哈哈 哈哈 哇哈哈 融蓝 我已经翻出去又跑回来 快让那玉帝把天功让给我 哼 你哪里知道 我一个金斗云飞到了天边 还在天边称天的五颗柱子上留了纪念呢 你可敢跟我去看呢 不消去 你只低头看 低头看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再闻闻我指缝中的尿骚气 我明明尿在成天的五颗柱子上 怎么 怎么会在他的手上呢 难道说 他会为补仙知的法术 我不相信 我要去验证 我要去验证 我去验证 验证 我去验证 验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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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稍微 你 如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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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给我放出去 你这个卑鄙 无耻 下流 不要脸的小人 你 你是什么鬼子 二害我老孙 弄来这些石头把我压在这儿 你给我放出来 你这个混账 你这个不要脸的 你这个卑密 无耻 下流的小人 你敢跟我老孙 再大战三百回合 我饶不了你 朕诸你并非是我的神通 而是你的心 所谓佛就是心 心即是佛 你翻不出你执着的心 当然也翻不出佛的手心 我呸 放你个春秋狗屎 大屁 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是个奸计 把我老孙 骗在你手中压在这儿 你 你 你卑鄙 有本事 把我再放出来 咱们再大战三百回合 我若是再输了 我就 我就 我就服了你 把我放出来 你敢不敢 敢就是不敢 不敢就是敢 实就是虚 虚就是实 孙悟空 无论你说什么样的话 我也如如不动 你 什么这个是这个 那个是那个的 呸 我听不懂 有本事把我放出来 我听不懂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 听不懂 你放我出来 快点放我出来 你敢不敢 你不 你别走啊 回来 回来 别走啊 你回来 你回来 你跟我打呀 你怕我 你肯定是怕我了 你别走啊 回来 回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参见师尊 不知师尊宣召徒儿 自南海前来 有何要事 那时候呢 已经迷失了本来面目 日后取经路上 需你住一臂之地 取经路上 不错 难道师尊 对那时候 还另有重用 不错 然而 不在此时 此时 他深受贪嗔痴慢疑 等五毒之困之重义 这五毒化为 金木水火土 而名之为五行山 如果他的心 一直没有半点忏悔之意 他就离不开五行山 启奏佛祖 五行山已将那孙悟空押到山中 可是 那打上的头还是伸了出来 吾字叫嚣不止 那五行山 也被他焊得震动了起来 不妨不妨 阿难 弟子在 你将此铁贴在那五行山顶上 待他再延满日 自会有人救他 遵法之 遵法之 是时候了 莫非那时候已然悔悟 会议已有 若说到大悟 言之上早 那师尊所言的时期是 我官四大不周 众生善恶各方不一 东圣神州 敬天礼地 敬天礼地 北巨炉州 杏桌情吃 我犀牛鹤州 不贪不杀 仰气潜灵 虽无上善 却人人长寿 但那难瞻不周 贪淫乐祸 多杀多争 正所谓 口舌凶肠 是非恶害 我今有三藏真经 可以劝人为善 哪三藏真经 唯有法一藏 谭天 论一藏 说地 经一藏 杜鬼 三藏共计三十五步 该有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乃是修真之经 正善之门 我代要送上东土 怎乃众生愚蠢 毁谤真言 不是我法门之要之 带满我瑜伽之正宗 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 去东土 寻一个善信 教他苦力千善 远经万损 到我处 求取真经 涌传东土 劝他众生 却乃是个天大的 福源 海深的善境 不知 谁肯去走一遭 弟子不才 愿上东土 寻一个取经人来 此人尚未出世 如何寻找呢 这 金蝉子 你现在如有悔意 还来得及 弟子无悔 金蝉子 你现在如有悔意 还来得及 弟子无悔 祝你 如蕾 如蕾 放我出去 快 快放我出去 那个卑鄙 无耻 下流 小人 暗算我老孙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把我老孙押在这儿 用卑鄙的手段 有本事再给我打呀 打呀 打呀 来呀 打呀 有本事再给我打呀 气死我了 放我出去 什么天明天假 女帝老儿 天王二郎神 有本事都下来给我拼一个 你死我活 我老孙若是赢不了你们 我就是你孙子 惊 bereese 你死我了 我认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我真的错了 是不是我错了 为什么没人帮我呢 为什么没人帮我 是不是我错了 有没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人告诉我 有没有人跟我说 我到底错在哪儿 有没有人跟我说 谁跟我说 有没有人帮我呢 有没有人帮我呢 还没人帮我呢 有没有人帮我说 有没有人帮我呢 我还没有人帮我 我都说 不荣啊 我都说 不会是有没有人帮我呢 儿都说 我心里帮我 走 你跑了 可恶 干嘛打我 说你呢 我又没教你 干嘛打我 原来是真的 原来传说是真的 这儿真的压了只死不了的猴子 你有本事 就杀了我 杀了我我好解脱 来呀 杀呀 来来来来 杀我呀 杀呀 别跑 别跑啊 回来杀我 算你聪明 看我的脑袋 坏的是你的刀 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算是犯罪坐牢 也得有个期限哪 老不过 总得有个死吧 为什么 那为什么让我在这儿活受罪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吃强凌弱 我不应该横行霸道 我不应该这个 不应该那个 我都不应该 那既然知道我是个不懂事的畜生 也总得有个人过来教教我吧 也不能 也不能让我在这儿活受罪啊 也没人教我 也没人教我 没有人教我 难道 这就是天理 这就是公道 佛法 是这样讲的吗 啊 叫没有人教我 法名玄藏 因緣合合 善緣已到 不知尊者可否願意辛苦一遭 度化那純玄藏 弟子願望 但不知此次去東途 師尊還有何吩咐 這一去要踏看路徑 不許在硝漢中行 須半雲半霧 經過山水 謹記路途遠近之術 好去叮嚀那取經之人 但人恐善心難行 我再賜予你兩件寶貝 這袈裟西藏 可贈予那取經人之用 若肯艱辛來此 穿我袈裟 免度輪迴 持我膝杖 不受毒害 弟子明白 此寶換作 錦骨耳 雖是一樣三個 但是各用不同 我有金錦靜的咒語三篇 你扶耳上來 記得了嗎 記得了嗎 弟子记住了 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 你须劝他向善 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 他若不听使唤 可将此姑带在他头上 自然贱肉生根 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 眼障头痛 脑门接电 管叫他入我门来 师父 前面放光之处就是五星山了 哦 那大闹天宫的神侯就是压在这里 正是 看叹妖狗 是 不奉公 当年狂妄 丑英雄 是哪个在山上仪式 贾安老孙的短儿 甘草惠 大胆私行 兜率公 十万军中无敌手 九重天上有威风 自遭我佛如来困 何是书身在显宫 猴头 你可认得我吗 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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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是 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吗 你不在南海念那个阿弥陀佛 跑这儿干什么来呀 我奉佛指 上东土寻取惊人 从此经过 特意留步来探你 那如来哄了我 把我押在这山下五百年 无法脱身哪 菩萨 你大慈大悲 救救我吧 你这丝罪业迷身 救你出来 恐你又生祸害 反为不美 我知错了 知错了 还望菩萨指我成门路 救我出去吧 你既有此心 带我到了东土大唐国 寻一个取经的人来 叫他救你 你给他做个徒弟 归依佛门 再修正果 你可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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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出去 凭你让我干什么 我都愿意呀 既然如此 你先安心等候那取经人 他自会教导你 怎么为人处事 你就别再抱怨 无人教导于你了 伯爷别走 你别走啊 你还没跟我说 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呀 你不是也来哄骗我老孙的吧 来看呀 这花多好看呀 这个好 好 奶奶 上来呀 上来玩 这个爷爷上来呀 上来呀 卖袈裟 卖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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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尚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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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袈裟西藏卖多少钱啊 袈裟五千两 西藏两千两 你这袈裟穿上能长生不老 还是承祖承佛啊 老子拿去换几顿斋饭 还得碰到傻瓜 呆子 滚开 别在这儿碍我的眼 真有长生不死 承祖承佛的宝贝 他也看不出来 卖袈裟 卖西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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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西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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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有点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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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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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家沙 卖西诈 卖家沙 卖西诈 好 好 好 卖袈裟 卖西藏 卖袈裟 二位师父 请先不要走 二位师父 请问 这袈裟西藏要卖多少钱 袈裟五千两 西藏两千两 这袈裟和西藏有何特别之处吗 为何要卖这么高的价钱 这袈裟有好处 也有不好处 有要钱处 也有不要钱处 何为好处何为不好处 着了我的袈裟 不入沉沦 不堕地狱 不遭恶毒之难 不遇虎狼之穴 这便是好处 若是贪淫乐祸的余僧 不摘不戒的和尚 毁精磅佛的凡夫 难见我袈裟之面 这便是不好处 那何为要钱 何为不要钱呢 不遵佛法 不敬三宝 强买强卖 定要它七千两 这便是要钱 若敬重三宝 见善随喜 归依我佛 承受得起 我将袈裟 西藏 情愿送他 与我结个善缘 这便是不要钱 受教 受教 法师可曾知道 我大唐皇帝 正要起见水陆大会 请来长安城内 各寺的高僧 来讲经说法 依我之见 这袈裟正好赠予 最有德行的法师传用 你看啊 阿弥陀佛 请问施主 可曾听过 哪位高僧大德 讲过大成佛法 这小成佛法 听得倒有许多 大成佛法未曾多闻 小成佛法 度不得王者超生 我有大成佛法 三葬 可超王者升天 可度难人脱苦 可修无量寿身 可作无来无去 请问 这大成佛法 现在何处 在大西天 天竺国 大雷阴寺 我佛如来处 能解百渊之结 能消无妄之灾 法师的身杀 无此精卷吗 并无 贫僧只得着两样至宝 施主既是要赠予最有德行之高僧 贫僧情愿相赠 绝不要钱 是 徒儿 将夹杀 西账 赠予施主 是 且慢 大师 你未曾问过我是何人 就将此至宝相赠吗 贫僧但知 你是绝无戏眼之人 便足矣 君无戏眼 他知我是当今皇帝 可朕 却不知你是何方神圣 皇上你看 可以不得了 可以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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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城途十万八千里 大乘近阴前 此今回上国能抄鬼出群 若有肯去城 求正我今深 多谢观音菩萨显胜点化 朕必先取回大乘经法 再禀丹城 重修上国 大乘 各位大德高僧请看 这两件佛宝乃是观音菩萨赐给朕的 朕要将这两件宝物赐予那道德高深 佛法精妙之人 哪位高僧愿意率先讲经说法呀 那 那么 使得大乘佛法者 请再上前一步 果然 我中途之内确实无究竟之大城经典 那么 那么朕愿意求一僧人前往西天 拜求真经 谁愿意前往 朕愿将这两件宝物全部赠予他 哪位高僧愿意前往西天的 愿丹子重任的高僧请上前一步 那个年轻的僧人是内奸寺庙的 教和名姓有谁知道 启作万岁 这个人是洪福寺的住持 俗名叫陈医 法名叫陈玄藏 陈玄藏 从一开始你就神游天外 完全不理会朕的言行 是何道理 皇上切莫生气 平僧只是想不通一个道理 是一枚听尽皇上的话 那么玄藏法师在想什么深奥的道理呀 方才有支蚊子叮咬平僧的手 平僧在想那蚊子因何叮咬于我 那蚊子会叮咬于我 恐是我累世的债主 难道平僧就眼看着他继续在六道轮回 永无解脱苦海之事 难道平僧就眼看着他继续在六道轮回 所以平僧就想起所学小乘佛法 无非教人如何解脱异己 却不知道该如何解救茫茫众生啊 哪怕是蚂蚁哪怕是亡灵 要如何离苦得乐呢 那大乘佛法 讲的便是如何普度众生 只可惜此佛经如今只在西天 朕想要派遣一人前往西天求取真经 阿弥陀佛 平僧不才 愿效全马之劳 为陛下前往西天求取真经 祈保我王江山有故啊 作曲 阿弥陀佛 不等待千百年 彈曲一回转瞬间 问帆天 这条路还有多远 苦苦追寻千百年 只为完成我夙愿 问帆天 真爱何时能洒落人间 那朝朝暮暮彷 就散昨天 直到见识不见 念识不念 那千山万水掠过 我的身边 天地已变我心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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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难量全 苦苦追寻千百年 人爱之心不变 问帆天 真爱何时能洒落人间 那恩恨远远一尘 过夜云烟 无所谓见与不见 念与不念 那世世飞飞早已 潇洒走远 心若不变天地 不变 不变 心若不变天地 不变 不变